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猪爸爸 别忘了带野餐食物 哦哦 我当然没有忘记 爸爸 怎么才能知道该走哪条路呢 很简单 地图上说应该有个标示牌 指出这里就是森林小路的起点 在这儿 做得好 猪爸爸 哦 天哪 猪爸爸忘记带野餐食物了 佩琪 你看见什么有趣的东西吗 树木 树木 除了树木 还是树木 佩琪 这说明你没看仔细 好吧 我会很仔细地去看 可是还是没有看见什么呀 哦 这是什么呀 佩琪找到了一些脚印 这些是谁的脚印啊 抗龙 不是呢 乔治 这才不是恐龙的脚印呢 我们跟着这些脚印 看会是谁的 好啊 噓 我们要很安静 这样才不会吓跑人家 好的 妈妈 乔治 噓 佩琪和乔治跟着这些脚印 哦 你看 原来这些脚印是小鸟的 它飞到树上去了 哪里啊 给你 佩琪 用望远镜来看 望远镜能看清远处 我看到一只 两只 三只小鸟宝宝 哦 它们在吃什么呀 啊 它们在吃虫子 啊 真是太恶心了 哦 哦 哦 这些是谁的小脚印啊 这些是蚂蚁弄出来的小脚印 它们在收集树叶 打食物 它们会吃色拉当午餐吗 会的 说到午餐 我们来野餐吧 哦 野餐 猪爸爸 你把食物放在车上了 对不对 呃 对 但这不是问题 我们回车上去吃午餐吧 那该走哪条路回去 地图会告诉我们 走这边 为什么会有棵树 地图上可没有 哦 主爸爸 我们迷路了是吗 是的 该怎么找到我们的小汽车呢 乔治又找到了一些脚印 哦 看 这些是大脚印 好 冷 真是有趣 什么 难道乔治找到的这些 这是恐龙的脚印吗 不 这些是我们的脚印 只要跟着这些脚印 我们就能找到回车上的路了 还有我们的食物 好 喂 哈哈 没什么能阻碍我们 找回车子的路了 哦 我没有想到这个 幸好我带了一把雨伞出来 大雨把脚印冲淡了 这样要怎么找回车子呢 还有我们的食物 哈哈哈 是鸭子 每当野菜的时候 它们总会出现 抱歇 鸭太太 我们这一次没有食物 我们迷路了 哈哈 有了 鸭太太 你能帮我们找到我们的食物吗 哈哈 哈哈哈 找到了 好 谢谢你呀 太太 我太喜欢森林野餐了 是啊 我也喜欢森林野餐 鸭子们也喜欢森林野餐 小鸟们也喜欢野餐 蚂蚁也喜欢野餐 大家都喜欢野餐 学校戏剧 佩奇的幼儿园要演舞台剧了 剧目是童话故事小红帽 好嘞 所有的孩子都会参加 他们得在家里练习 佩奇要饰演的是小红帽 猪妈妈给她做了戏服 猪爸爸在帮佩奇练习 好了 佩奇 你该说什么 我的名字叫做小红帽 非常好 然后呢 我要去看我的奶奶了 我要去看我的奶奶了 太棒了 佩奇 小狗丹尼要扮演的是大灰狼 丹尼的爷爷和妈妈 正在帮他练习 我是一只大灰狼 尽量不要笑啊 丹尼 你应该表现得有点可怕 试着像这样 丹尼 我是一只大灰狼 我要把你吃掉 看到没 是的 你那样真的很吓人 小马佩德罗来扮演猎人 他会从大灰狼手中拯救佩奇 哦 是个猎人 哦 是个猎人 还有 佩德罗有点害羞 你要说我要把你赶跑 你这坏蛋大灰狼 哦 快走开 你这只顽皮的狼 非常好 佩德罗 小兔瑞贝卡要扮演奶奶 我要说什么 妈妈 让我瞧瞧 这出剧的一开始 你被大灰狼锁进了柜子里面 然后在剧的最后呢 你被猎人拯救了 然后你就说 谢谢 谢谢 非常好 瑞贝卡 大家都来看他们的舞台剧了 女士们 先生们 欢迎来看我们的舞台剧 童话故事 小红帽 首先 有请我们的演员上台 各位 各位 为了我们的小演员好 请各位家长不要照相 我们的节目现在正式开始 奶奶一个人在家里 是谁来看望奶奶了 我是一只大灰狼 演得好 丹尼 哦 糟糕 丹尼忘了下一句该说什么了 奶奶 你得躲进柜子里面去啊 到柜子里去 现在开始 大灰狼假装自己就是奶奶了 哦 我的名字是小红帽 我要去看望奶奶了 演得好 佩奇 爸爸 你不能在这里拍照片 我忘了 抱歉 佩奇 继续 我要去看望奶奶了 哦 你看上去不像我的奶奶啊 你的眼睛好大呀 你的牙齿也好大 哦 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奶奶 你是坏蛋大灰狼 哦 救命啊 快看看是谁来了 非常的及时 猎人佩德罗来了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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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太及时了 是猎人佩德罗来了 佩德罗有点害羞 佩德罗 需要我跟在你后面吗 是的 谢谢 你真是只顽皮的大灰狼 嘿嘿嘿 我救出你了 奶奶 好 谢谢你 Less than goof opposرك ẻ Tub'的好 wag nan 佩德罗 你演的真是太好啦 忽 Alyx姿 你演得几乎和我一样好 你演得几乎和我一样好 jakby Jump'Monometor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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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说实话 兔爷爷的灯塔 佩奇 乔治和丹妮 一起坐上了狗爷爷的小船出海去了 我们今天可以坐船去海盗岛吗 可以丹妮 但是首先我们还需要去给我的朋友兔爷爷 送点补给的东西 那么兔爷爷住在什么地方 住在岩石上 住在岩石上啊 是啊 就在那座灯塔里面 你们好啊 我的好兄弟 我给你带来补给的东西 谢谢你了 狗爷爷 今天我带着船员们一起来的 丹妮 佩奇 还有乔治 有访客来了 我这个地方已经很久没有人来过了 我觉得我有点孤单啊 因为这里只有大海和天空和我做伴 你在这里已经多久了 星期二来的 我有一个故事讲给你们听 如果你们想听的话 不用了 想听 想听 那好吧 这里有大海还有天空 然后我还在学班捉琴 你们想听一首歌吗 不用了 想听 想听 我今早起来 海洋还在哪里 天空也没有走远 大海和天空啊 大海和天空啊 给你快奶酪 哦 我非常想念奶酪 还有一本新书 这书叫如何管理灯塔 这书应该对我很有帮助 为什么你的房子要叫做灯塔呢 我来带你看看 佩奇 上灯塔的楼梯是螺旋形的 一直通到了灯塔的顶端 这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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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所以叫它灯塔是因为它有一个大大的灯在最顶层 哇哦 它在黑暗中照亮海面帮助海员们找到回家的方向 哇哦 在雾天的时候 我就会用这个雾角 倒雾 声音好大呀 不过今天没有雾 只有海洋和天空 我给你们讲的故事就是 不用了 我们得走了 我们要开始驶向海盗岛了 再见 兔爷爷 好好享受天空和海洋吧 好的 狗爷爷的船终于到达了海盗岛 看 我们用刷子队的城堡还在这儿呢 我们一起来玩捉迷藏吧 好的 一 二 在海盗岛上没有那么多可以藏身的地方 准备好了吗 我要来找了 找到你们了 现在就剩乔治了 狗爷爷找遍了所有的地方都没有找到乔治 我放弃了 他在哪里 乔治一直就藏在狗爷爷的后面 聪明的乔治 我们现在回家吧 不然一会儿天就黑了 哦 天还真的变黑了 别担心 兔爷爷灯塔发出的光会为我们照亮回家的路的 兔爷爷现在准备要睡觉了 哦 我的新书如何管理灯塔 第一章是 哦 剩下的我明天再看吧 我把灯关了吧 哦 灯光为什么消失了 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我刚刚才把灯关了 是的 我们知道 但是你能把那个大灯再打开吗 哦 对不起 太好了 海面上起雾了 我看不到灯塔的灯光了 又是我们 你可以吹下那个雾角吗 当然没问题 咚 我好像听到什么声音了 兔爷爷正在引导着他们回家 雾角发出的就是他的声音 这边是回家的路 家长们都在这里等着接孩子 你们玩得开心吗 我们坐船去了海盗导玩 我们还去了灯塔 是兔爷爷的灯塔 指引我们安全回到了家 真是太好了 那位兔爷爷还唱了一首歌 你们想要听一下吗 不用了 想听想听 我尽早起啦 佩奇和他的家人正在观看他们最喜欢的电视节目 土豆侦探 我就是土豆侦探了 世界上最著名的侦探 请你帮帮我 侦探先生 我到处都找不到我的花 你的花现在就在你的头上 哦 谢谢你 侦探先生 那太简单了 这样我也可以做 我也觉得你可以 佩奇 爸爸 等我长大了 我也要做最著名的侦探 乔治也想成为一个侦探 如果你们想做侦探的话 你们就需要一顶侦探帽 侦探们都是戴帽子行动的 现在你们俩就想真正的侦探了 现在我们还需要那个 看什么东西都可以放大的好玩东西 你是说放大镜吗 我记得我们厨房抽屉里有 在这儿呢 一个真正的放大镜 哇哦 这要怎么用呢 通过它来看东西 东西都会变大 放大镜把小小的东西都放大了 我能试试吗 哇哦 放大镜让乔治的眼睛显得特别的大 现在轮到侦探出场了 有神秘事件要你们解决 爸爸 什么是神秘事件啊 神秘事件就是那些侦探们最擅长处理的事情了 比如找到丢失的东西 我知道 我们可以找到乔治的玩具恐龙 那个玩具总是会被乔治弄丢 恐龙 恐龙先生没有被弄丢 那你的眼睛丢了吗 爸爸 你总是找不到你的眼睛 今天没有 眼睛我现在正戴着呢 可这样不公平 没有神秘事件需要我们解决 要我给你们制造一个神秘事件吗 好的 太棒了 猪爸爸要制造一个神秘事件 现在看看桌上有什么 桌上有小鱼 太迪 盒子里的小丑 还有恐龙先生 说得没错 你们要看清楚 把桌上的东西都记下来 桌上有小鱼 太迪 盒子里的小丑和恐龙先生 你们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 非常好 麻烦你们先去门外等一会儿吧 我好了会叫你们进来的 听脚步声 爸爸好像跑到楼上去了 不过现在他又下来了 可以了 现在你们可以进来了 有一件东西不在桌上了 知道是什么吗 桌上有恐龙先生 还有小鱼 盒子里的小丑 那什么东西不见了 嗯 是太迪 回答正确 太迪不见了 干得漂亮 佩奇乔治 这对我们来说太简单了 我们是世界著名的侦探 啊 这只是神秘事件的一半 你们需要找到太迪 嗯 我不知道 地上的这些小东西是什么 这是蛋糕碎屑 放大镜让地上的蛋糕碎屑清晰可见 我想太迪是不是一直在吃蛋糕呢 瞧这些蛋糕碎屑往这延伸 看来太迪吃了不少蛋糕 蛋糕碎屑延伸到了佩奇和乔治的房间 哦 蛋糕碎屑没有了 接下来要怎么找太迪呢 来问我一些问题吧 但我只会回答你 是的或者不是 好的 嗯 太迪在这间房间里吗 是的 太迪在乔治的床上吗 不在 太迪是在高的地方吗 是的 太迪在我的床上 答对了 神秘事件解决了 哈哈哈哈 你们长大后还是想做侦探吗佩奇 看来做侦探还是挺难的 我想下次我还是做那个制造神秘事件的人吧 就像你一样 爸爸 哈哈哈哈 丹尼的海盗派对 今天是小狗丹尼的生日 他要举办一个生日派对 呦 后 后 大家都打扮成了海盗的样子 呦 后 后 佩德罗打扮成了牛仔的样子 呦 后 你们好啊 我的小宝贝们 就连狗爷爷也打扮成了海盗的样子 你好啊 狗爷爷 叫我 大胡子狗 你好啊 大胡子狗 你们这些小小的海盗们 有没有人想要去汹涌的海上探个险呢 你为什么说些奇怪的话 他说的是海盗用语 想玩我的海盗游戏的孩子们 请说 这会是个危险的游戏吗 不会的佩德罗 狗爷爷已经向我保证过了 这会是个非常安全的游戏 肯定会很激动人心哦 有谁想来玩 这是我们的作战计划 很久之前我有一桶金子 那是我的正当所得 但是我的金子被霍格船长无耻地偷走了 什么 海盗说的话让人有点难以理解 霍格船长抢走了我的宝藏 哦 而且霍格船长他是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海盗 你们有些人可能已经认识他了 他就是我们的猪爷爷 哦 是猪爷爷啊 我们首先要找到霍格船长的藏身之处 把我的宝藏抢回来 但是不能被他发现 太棒了 每个人都很兴奋地想要玩这个海盗游戏 你好猪爷爷 我们要出发了 非常好 非常好 猪爷爷和鹦鹉玻璃守护着海盗宝藏 让我们看看谁可以第一个跑到船上去 这是什么意思啊 跑到船上去吧 有猪爷爷 站好了 把你们的救生衣穿上 在狗爷爷的船上 所有的孩子都得穿上救生衣 那个狡猾的大胡子狗应该快到了吧 你可以先喝杯热茶猪爷爷 哦 谢谢你猪奶奶 终于要出发了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大胡子狗先生 我想去一下厕所可以吗 我也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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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久还没到啊 你好啊 狗爷爷 你刚才不是说已经出发了吗 是的 是的 我们快要到了 要把我的船员们聚起来太不容易了 现在起锚了 全速前进 遵命 大胡子狗 我脚的快来去 打开我这一楼西 全海的狗狗在身 放下来一杯 准备靠岸 孩子们终于到达了猪爷爷的果园 我们的游戏就是 找到我的宝藏 但是不能被捉到 小海盗们要加油哦 小声一点妈妈 我希望我的附近没有海盗出没 因为他们会想偷走我丰富的宝藏 佩奇和他的朋友拿到了一份宝藏 而且没有被抓住 这个是硬币巧克力啊 大家都喜欢硬币巧克力 快吃快吃 抓住你了 狗爷爷被猪爷爷抓住了 你想拿走我的宝藏 是不是 这是我的 这可是我光明正大赢来的 得了 你才没有呢 就是我赢来的 谢谢你霍格船长 还有大胡子狗 为丹尼举办的海盗派对游戏 和他的家人在猪爷爷和猪奶奶的家里 今天我要来做一些 苹果黑莓的酥皮点心 太好了 我想请你们这些勇敢的探险家们 去摘水果 猪奶奶了 猪奶奶了 我们带了装苹果的篮子 还带了用来装黑莓的小水桶 好 先来完成简单的任务吧 我们来摘苹果 在我们数到三之后 一起来摇数 一 二 三 现在去摘黑莓吧 我们为什么不只做苹果酥皮点心呢 因为黑莓的酥皮点心也很好吃猪爷爷 好吧 现在轮到困难的任务了 看这里 这就是我说的黑莓灌木丛了 我小的时候就有这些黑莓灌木丛了 这灌木丛长得太快了 我几年前就该把它处理掉的 爷爷 为什么你会不喜欢它呢 我就是非常不喜欢它瞪着我的样子 糊涂的猪爷爷 这只是无害的小灌木丛 而且上面还结满了可爱的黑莓 乔治看到了一些非常大 而且非常多只的黑莓 啊 小心点 乔治 小心别被树藤缠住了 我带了一根杆子 可以勾到那些长在高处的黑莓 爷爷你真是聪明啊 但是最好的黑莓 都长在灌木丛的最顶端 所以我要借助梯子帮忙 嗯 你不要爬得太高了 猪妈妈 别担心 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 就经常会爬到这上面 是的 可你已经不是小女孩了 我对自己很有信心 哦 糟糕 猪妈妈从梯子上摔进了黑莓灌木丛里 妈妈 你可以出来吗 不行 我被困住了 你被困在了荆棘丛里 就好像是睡美人那样 什么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位公主 我们称她为睡美人 有一天 她在一片荆棘丛里睡着了 她就这样整整睡了一百年 很好 哇 这个故事真有趣 佩琪 小羊苏西过来了 你好啊 佩琪 你好啊 苏西 我的妈妈现在在黑莓灌木丛里呢 而且她要在那里单身一百年 就像是睡美人那样 然后会有一位英俊的王子来救她 王子会给她一个吻 我的妈妈正在进行一场大冒险 真希望我的妈妈也能有一次这样的冒险 有谁能想个办法把我从这里救出去 别担心 妈妈 在一百年之后 就会有一位英俊的王子来救你了 我就是那位英俊的王子 祝爷爷把你的熊枝剪借我用一下好吗 没问题 当然可以 勇敢的猪爸爸骑士 大家都往后退 接招吧 你这片带刺的灌木丛 太好了 亲爱的王子 亲爱的公主 可你应该要在荆棘丛里待上一百年才对啊 我刚才已经待得够久了 谢谢 妈妈现在变成了一棵黑莓树 我还以为只有我会碰上这样的事呢 站好别动 我们来摘你的黑莓来 快把这些摘好的水果带回去给猪奶奶吧 奶奶奶奶奶 妈妈刚刚进行了一次冒险 然后妈妈摔进了灌木丛里 她的样子非常滑稽 她还不停地叫 啊 救命啊 救命 最后是爸爸把她救了出来 故事结束了 谢谢你 佩琪 我想这个故事大家可能都已经听腻了 可是这个故事很有气啊 我想从现在开始 我都不会再想看见黑莓了 那你想不想吃苹果黑莓的酥皮点心呢 这个嘛 嗯 真好吃 猪妈妈喜欢吃苹果黑莓的酥皮点心 大家都喜欢吃苹果黑莓的酥皮点心 哈哈哈哈哈哈 装扮游戏 佩琪和乔治在爸爸妈妈的卧室里玩 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什么东西啊 佩琪找到了一大箱旧衣服 哇哦 哎哟 这个是爸爸的帽子 这一条是妈妈的裙子 乔治 我们把这些穿上 假装是爸爸和妈妈吧 这是爸爸的帽子 这件是爸爸的上衣 嘿 您好啊 爸爸 嘿嘿嘿嘿 现在轮到我了 这条是妈妈的裙子 这顶是妈妈的帽子 猪爸爸 你的鞋子在哪里呀 我也需要穿一双鞋子才行呢 我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就像妈妈一样 佩琪找到了妈妈的化妆盒 先擦一点粉底 非常好看 现在再涂一点口红 好漂亮的猪妈妈呀 过来吧猪爸爸 现在该我们两个出场了 猪妈妈正在用电脑工作呢 你好佩琪 你好乔治 不好意思我没听清 佩琪我在跟你打招呼 我已经不是佩琪了 我现在是猪妈妈 哦是的的确如此 你好啊猪妈妈 你好 这一位是猪爸爸 乔治 没错 你也好啊猪爸爸 真是不好意思 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 喂 你好是这样的 做这个再做那个 不用了 谢谢你 再见 看来佩琪很喜欢装扮成猪妈妈 但是乔治觉得有点无聊了 对不起猪爸爸 我很快就好了 好了 完成了 走吧猪爸爸 现在该轮到你去干活了 再见了 猪妈妈猪爸爸 再见了 猪爸爸在花园里挖坑呢 你好 佩琪 你好乔治 我不是佩琪 我是猪妈妈 这一位是猪爸爸 猪爸爸 他是来这里干活的 你可真是太好了猪爸爸 千万要小心 这个坑很深的 我希望你现在 没有穿着你最好的衣服 在花园里挖坑猪爸爸 我也想发出这么响的声音来 大家来吃冰淇淋 有冰淇淋去 佩琪 乔治 在吃冰淇淋之前 得先把脏衣服给脱掉 我是猪妈妈 而这一位是猪爸爸 你确定吗 我确定 那么佩琪和乔治上哪儿去了 我们也不知道 真是可惜啊 我给他们拿了最喜欢的冰淇淋 但如果找不到他们的话 我们在这儿呢 佩琪 乔治 你们在这儿啊 是的 妈妈 我们是在假装 我们是妈妈和爸爸 你们真的骗过我们了 今天是个阳光明媚的好日子 佩琪在玩她的弹力球 乔治和他的朋友大象 埃德蒙在玩太空玩具 月球 月球 乔治把佩琪的弹力球 当成了月球 我现在还在玩这个球呢 埃德蒙的太空玩具 掉在了佩琪的头上 这个看上去很好玩 你们要去月球上吗 这种无聊的太空玩具 只是给小孩子们玩的 它们倒不是真的 但是太空真的存在佩琪 而且也的确有火箭 飞到月球上去呀 博物馆现在有一个 关于月球的展览 想不想去看看呢 想 那我们是真的要去月球吗 不是的 佩琪 我们不是真的要去月球 我们是要去博物馆 好的 这里就是博物馆了 你们大家好啊 你们是来看月球展览的吗 是的 兔小姐 请给我们五张票 请拿好 好好享受你们的月球之旅 哦 我们是真的要去月球上吗 不是的 佩琪 这只不过是模拟的 来 这边走 开始我们的月球之旅 兔先生是这里的导游 准备 起飞 这个是模拟的 对不对 没错 佩琪 这只是模拟的而已 五 四 三 二 一 发射 我们住在行星上 大家知道这个行星叫什么吗 叫地球 你答对了 嘿嘿嘿 关于太空的事情 我可算是个专家了 我们的太阳旁边还有七个其他的行星 大家知道这些行星叫什么吗 叫水星 哦 说得好啊 埃德蒙 金星 火星 木星 土星 海王星 天王星 埃德蒙知道所有关于太空的知识 我是一头聪明的大象 大家知道这些行星是由什么构成的吗 它们都是用纸板做的 这些模型是用纸板做的 但是真正的行星是由岩石冰块和气体构成的 但是我认为月球是由奶酪组成的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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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不是的 月球是由岩石构成的 这是个严谨的学术参观 所以要严肃 不要开玩笑 现在我们在月球上了 这是一个模拟的月球吧 对不对 是的 如果这个是真的月球 你就能一下子跳到我头上 谁知道为什么在月球上 我们可以跳那么高呢 重力小了 没错 因为重力才能让我们像这样站在地球上 而在月球上重力小了 所以你能跳得很高 在科学的帮助下 我们可以让你们感觉 就像在月球上跳一样 这听上去很不错 是怎么做到的呢 因为这里有弹力绳 大家都系上了兔先生的 反重力的弹力绳 在月球上这样跳很有趣 说月亮茄子 月亮茄子 好了各位 我们的旅行结束了 请朝这边走 那月球上面有树吗 没有 那月球上面有汽车吗 没有 那月球上面有商店吗 没有 那样太不正常了 欢迎来到月球商店 我们有月球地图 月球书籍 甚至还有佩奇和埃德蒙在月球上的照片 看 我们在这儿 在月球上跳来跳去 我们还有月球岩石 它中间有一个月亮的图案 从头到尾都有 要不要来点正宗的月球奶酪 这个多少钱啊兔小姐 五英镑 谢谢 五英镑 这都是为了筹钱做好事 我现在喜欢月球了 因为在月球上非常有意思 吃起来也非常美味 今天佩奇一家打算去野餐 猪爸爸准备好了食物 佩奇 乔治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是的 我要带上太迪 恐龙 如果要带玩具去 你们就得好好照顾他们 好的 妈妈 都准备好了吗 好了 祝爸爸 那我们走了 恐龙 乔治忘记带恐龙先生了 顾乔治 你应该好好照顾恐龙先生的 不是吗 恐龙 这次大家都确定 我们没有再落下什么东西了吧 是的 爸爸 太迪 我忘记太迪了 你把太迪放在哪里了 我想应该放在了厨房的餐桌上 佩奇 佩奇 你也应该好好照顾你的太迪 太迪 太迪 要再次出发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爸爸 准备好了 爸爸 我们走喽 这里就是野餐区了 我们到了 好 我喜欢这个野餐的地方 这是这么的宁静祥和 斑马苏姨来了 还有她的爸爸 游地员斑马先生 你好 斑马先生 是不是有信要给我们呢 我今天没有信要送 因为我今天休息 我们今天是来这里野餐的 我们也是 有了 我们来个集体野餐怎么样了 好的 真是一顿丰盛的野餐 妈妈 乔治和我都已经吃完了 我们可以和苏姨玩吗 可以 佩奇 苏姨 我带了我的太迪 我带了我的小猴子 恐龙 我带了野餐玩具套装 我们一起来玩过佳佳 是鸭子们呀 我们每次出来野餐的时候 总是能够见到它们 我们可以假装来喝橙汁 我们还可以假装吃蛋糕 这是假想的蛋糕 真的非常不错呢 哦 天呐 鸭子们可不稀罕这假想的蛋糕 哦 好吧 那小猴子 恐龙先生 还有泰迪就可以多吃一点了 嗯 味道真好 小猴子说 这是最好吃的蛋糕 佩奇 乔治 该回家啦 再见 苏姨 再见 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爸爸 嗯 嗯 我们现在也该回家啦 苏姨 好的 爸爸 杯子 盘子 小猴 泰迪 哦 不好了 泰迪 你怎么没有被带走呢 佩奇又一次把他的泰迪忘了 佩奇一家到家了 哦 我今天开了一整天的车 现在我唯一想的就是休息 让我的脚放松一下 然后 泰迪 我忘记泰迪了 哦 佩奇 难道要爸爸现在大老远地 把车开回到野餐的地方去吗 呃 没事 我可以 是邮迪员 斑马先生来了 我还以为你今天休息呢 斑马先生 今天我的确是休息 但是苏姨有个特别的包裹一定要送 是给小猪佩奇的 这个给你 佩奇 里面是什么呀 原来是泰迪 因为你把泰迪落下了 所以我们帮你送过来了 谢谢你了 苏姨 我想泰迪今天肯定玩得非常开心 但是佩奇 你以后要好好照顾泰迪才行 好的 妈妈 你今天真是太淘气了 泰迪 你必须要答应我 以后永远都不会到处乱走 对不起 佩奇 我保重 海盗岛 今天猪爷爷带着佩奇和他的朋友们坐船出游去了 大家都上船了吧 是的 船长爷爷 我们出发 一会儿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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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奇和他的朋友们都已经穿上了救生衣 乔治 你可以戴上我的海盗帽 我们今天要开着船到海盗岛去 如果幸运的话 我们还能找到被埋藏的宝藏 海盗岛听起来像是个不错的地方 看到陆地了 我们到了 这里就是海盗岛 好棒 这个是什么 这是一个金属探测器 它能帮我们找到被埋藏的宝藏 猪爷爷用金属探测器 寻找被埋藏着的宝藏 金属探测器找到什么东西了 我们把它挖出来 这是一枚硬币 是宝藏 好棒 我们再去多找些宝藏 我们找到其他东西了 听上去也很大哦 我的天哪 这个宝藏的体积可真够大的 哎呀 哦天哪 这不是被埋藏的宝藏 是一辆生锈的购物车 哦 看来我们寻宝寻得差不多了 谁想来帮忙堆一个非常大的沙宝呢 我 真是个好主意呀猪奶奶 那我来检查一下船 猪奶奶要帮助孩子们堆起一个非常大的沙宝 然后猪爷爷有很多重要的船物事情要做 啊 这可真舒服 嗯 我应该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 有点困了 猪奶奶和孩子们正在建造一个很大的沙堡 他们需要很多很多的沙子 他们用水桶来建造城堡的塔楼 嗯 很棒的城堡 好耶 现在我们该回家了 哦 我们的船不见了 你看啊奶奶 哦糟糕 猪爷爷在船上睡着了 然后船就这样飘走了 我们得把猪爷爷叫醒 我们大家用力大声喊 猪爷爷 快醒醒 快醒醒 哦天呐 猪爷爷还在睡觉怎么办呢 他离我们实在太远了 所以听不到 我们被困在海盗岛上了 我们都被渔去了 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待上一百年 看来我们只能靠吃野果和野莓为生了 不 我们还可以靠吃虫子 还有青蛙 哎呀 嘿嘿嘿嘿 家长们准备来接孩子们回家了 哦 我在哪儿 你好啊 嗨大家好啊 你们玩得开心吗 是的 哎呃 真真不好意思 我好像忘记了点什么东西 哦 我马上回来 快看呐 爷爷回来了 我们得救了 好耶 欢迎跟船 我的小宝贝们 糊涂的猪爷爷 我们以为你把我们给忘了呢 真是对不起 猪奶奶 我保证下一次一定不会再睡着了 哈哈哈 再见了海盗岛 我们很快会再见的 我很喜欢海盗岛 我们以后能再来玩吗 哈哈哈 那当然可以了 佩琪 太好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快到睡觉时间了 猪爸爸猪妈妈还有佩琪 正在喝他们的热牛奶 嘿嘿嘿 乔治 你为什么现在还穿着太空服啊 你该换上你的睡衣了 嘿嘿嘿 乔治喜欢关于太空的一切 哦 嘿嘿嘿 乔治 你要把太空帽拿掉 才能喝牛奶哦 哈哈哈 该睡觉了小家伙们 嘿嘿嘿嘿 晚上 乔治喜欢听他的太空音乐 怎么又是和太空有关啊 哎呀 真是太无聊了 太空可一样的 一点都不无聊 到处都是星星 可是我什么都看不到呀 天上太黑了 如果我们到外面去 就很容易看到了 那我们现在能出去看吗 佩琪 你现在还穿着睡衣呢 或许你可以在睡衣外面 再穿上一件外套 这样我们就能带你们出去看星星 太好了 嘿嘿 爸爸 你为什么要躺在地上呢 这是看星星的最好方式 看看那些小星星 想象一下把它们连起来 那个叫做北斗星 哦 是的 最后的那两颗星星 它们指向北极星 哇 北极星啊北极星 你是远啊还是起 开车能找到你吗 到不了的佩琪 星星离我们很远很远 它们比大海离我们还远吗 哦是的 但是用望远镜看的话 就会近很多 那爸爸我们有望远镜吗 没有 但是朱爷爷有一台非常好的望远镜 那我们现在能不能就去爷爷家 呵呵呵 现在去有点太晚了 或许我们不该错过这么难得的一次机会 太好了 这是佩琪和乔治第一次在晚上坐车外出 看呐 我们正跟着北极星走呢 呵呵 北极星啊北极星 一山一山亮晶晶 请照亮我们前路 呵呵呵 佩琪和乔治来到了朱爷爷和朱奶奶的家 哦天呐 我希望朱爷爷和朱奶奶 他们还没有睡觉 都已经这么晚了 你们怎么还会来这里呢 我们想来这里看星星 佩琪和乔治想用你的望远镜来看星星 我明白了 非常好 大家都跟我一起去阁楼吧 嘿嘿嘿 呵呵呵呵 瞧它就在这儿呢 我的老贝斯 哇哦 朱爷爷的爱好就是看星星 好了 那谁要来第一个看呢 我我我 我看到北极星了 我们海员出海时就靠北极星找到回家的路 爸爸跟着他找到了来这里的路 哈哈哈哈 那么天上还有其他东西吗 有啊 那颗行星叫做土星 哇哦 那个漂亮的环有什么用啊 它是由岩石和冰块组成的 土星上面非常非常冷的 我们可以在下面推一个显然 他们咖啥 他们咖啥 啊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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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是啊 快来看啊 哦 这颗是流星 你一定要来许个愿 我希望等乔治长大了之后 有了自己的火箭 他会带着我去太空里面玩 佩奇和乔治已经睡着了 完了我的孩子们 猪爷爷和猪奶奶来家里吃晚餐了 你们好啊 你们好 佩奇和乔治在哪里啊 他们都睡了 但是我真的太想见见他们了 我能偷偷看一眼吗 好的猪奶奶 但一定要轻一点 你好奶奶 你好奶奶 你们好我的小宝贝们 你们现在该睡觉了 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好的 但是你们两个一定要保证 听完马上就睡觉 我们会睡觉的 只要你给我们讲故事 好的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只小马 它叫做佩德罗 然后它找到了一颗魔豆 哦没错 接着佩德罗种下魔豆 魔豆发芽长大 变成了巨大的豆精 豆精高耸入云 说得没错 佩德罗爬到豆精的最上面 然后发现了 一个非常可怕的大怪物 但是我不想听这个了 我想要听公主的故事 哦 好的 然后佩德罗找到了一位漂亮的公主 佩奇和乔治爵士 一个勇敢的骑士 还有一个厨师 他能做出最好吃的巧克力蛋糕 对吧 猪爸爸猪爷爷和猪妈妈在等猪奶奶吃晚餐 我要上去看看猪奶奶怎么还不下来 之后的故事是什么样的 淘气的猪奶奶 你怎么把小家伙们吵醒了 我们已经保证过了 故事结束就去睡觉 爷爷 我很擅长讲故事的结尾 猪奶奶 你先到下面等着吧 我不会太久的 有一个男孩 还有一颗豆筋 以及一位美丽的公主 勇敢的骑士 还有会做美味食物的厨师 好吧 等他们吃完了美味的晚餐 每个人都睡着了 故事结束了 然后他们又醒过来了 一个巫师过来了 一个巫师 是的 一个巫师 他会表演很多神奇的魔术 然后呢 然后又过来了一条可怕的龙 猪奶奶猪爸爸和猪妈妈 仍然在等着吃晚餐 猪爷爷的睡前故事 好像也不太管用 我可是很擅长讲睡前故事的 我可以马上就让他们睡着 一条可怕的龙 贝琪 乔治 回去睡觉 可是现在 爷爷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呢 爸爸 我来把故事讲完 我马上就会下去的 好吧 故事里有男孩 一颗豆筋 一座城堡 一位美丽的公主 一位勇敢的骑士 还有厨师巫师和可怕的龙 还有一个非常饿的国王 所以他们饱餐了一顿 然后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故事结束了 然后他们开了一个派对 他们所有的朋友都来了 好吧 看来得我出场了 猪爸爸 他们马上就要睡觉了 那谢谢你 剩下的我来吧 你要把故事讲完才行 妈妈 好的 快上床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很久以前 在古代的时候 故事是在很久以前 猪妈妈已经在上面待了很久了 我好像听见大呼声了 真是太好了 佩奇和乔治终于睡着了 故事的最后 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故事结束了 佩奇 乔治 噓 妈妈已经睡着了 现在看来我们的公主佩奇 才是最会讲睡前故事的 说的没错 就是我 牙仙子 佩奇和乔治 在吃他们最喜欢的食物 意大利面 你们吃的声音好响 吃完了 现在我们终于能安静了 这是什么 这是一颗牙齿 那它是从哪里来的 佩奇 你该找个镜子照着 这是我的牙齿 可它掉下来了 别担心 佩奇 这只是一颗乳牙 就是要掉下来的 那还会长一颗新牙出来吗 是的 你会长出一颗新牙的 掉牙也意味着牙仙子 会过来看你的 牙仙子 是的 牙仙子 如果你把牙齿 放在你的枕头下面 牙仙子就会来找你 牙仙子会把牙齿拿走 在原来的位置上 它会留下一枚闪亮的金币 等我长大之后 我也想做牙仙子 那乔治你呢 你长大之后想做什么 想做恐龙 做一只恐龙吗 快点 乔治 该睡觉了 我们可不想错过牙仙子 上床睡觉之前 佩奇和乔治在刷牙 佩奇 你在干什么 我在刷牙 牙仙子拿走的时候 会觉得它很干净 佩奇迫不及待地去睡觉了 佩奇把牙齿放在枕头下面 等着牙仙子 晚安 佩奇 巧知 晚安 妈妈 晚安 爸爸 晚安 我的小家伙们 乔治 我不打算睡觉了 今天晚上我们不能睡着 我们一起来等牙仙子 牙仙子来得也太晚了 牙仙子过了很久很久 还是没来 牙仙子到底在哪里啊 这是什么声音 是牙仙子吗 乔治 你听到什么了吗 哦 乔治 原来这声音是乔治的 他实在太累了 所以睡着了 看来要让乔治一晚上 别睡觉有点困难 但我可以 我不能睡着 我必须要见到牙仙子 我绝对不能睡着 这时牙仙子来了 但是佩奇睡着了 你好啊 佩奇 你想用你的牙齿 换这枚闪亮的金屁吗 真是一颗干净的牙齿 谢谢你 佩奇 晚安 佩奇 乔治 起床了 已经早上了 什么 我 我没有睡着 牙仙子来过了吗 没有 我们来看看你的枕头底下 好看 佩奇 牙仙子已经来过了 还给你留了一枚金币 好啊 佩奇 你睡着了是不是 那个 我想我可能真的睡着了一会儿吧 但是下一次我一定会醒着等他来的 我一定要见见牙仙子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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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夜派对 现在是晚上 佩奇要去斑马苏姨家玩 并且在她家过夜 你好啊 苏姨 你好啊 佩奇 欢迎来参加我的过夜派对 那我明天早上才来接你 再见 佩奇 再见 瑞贝卡 苏西和艾米丽都已经到了 嗨 大家好 你好 佩奇 我带了我的泰迪 嗨 大家好 苏姨的玩具是小猴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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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米丽的玩具是小青蛙 呱 苏西的玩具是猫头鹰 嗚 嗚 嗚 瑞贝卡的玩具是她的胡萝卜 胡萝卜 胡萝卜 哈哈哈 斑马先生在看电视 哈哈哈哈 这个才好看 我正在看别的节目呢 但是你看的节目好无聊啊 爸爸 哈哈哈 斑马爸爸 你该去睡觉了 明天一早 你还要出去送信呢 那好吧 斑马妈妈 你们也不要玩得太晚了 晚安 妈妈 佩奇和她的朋友们把睡袋打开 苏姨的双胞胎妹妹们 祖祖和莎莎 也想和她们一起过夜 嗯 过夜派对只能让大姑娘们参加 知道吗 哦 她们那么小 还很可爱 她们能留下来吗 那好吧 但是你们一定要保证 你们不能睡着哦 我们保证 哈哈哈 哇哦 一架钢琴 我正在学钢琴呢 听着哦 一山 一山 亮晶晶 我能来试试吗 我也要 一山 一山 亮晶晶 满街都是小晶晶 小声点儿 你们要安静一些 不然斑马爸爸没法休息了 现在你们快点睡觉吧 那我们现在要干什么 一起过夜的时候 总是要来一个午夜大餐才行 那什么是午夜大餐 就是吃东西 但是要滔滔地吃 哦 我知道吃得在哪儿 但是我们一定要非常安静 嘘 苏西 嘘 佩琪 哎 安静一点 斑马妈妈被吵醒了 我们的午夜大餐 一定是有史以来最好的 哈哈哈 发生什么事了 你们会吵醒斑马爸爸的 有谁可以来为大家讲一个有趣的睡前故事呢 我 还有我 由我开始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位小仙女 接着轮到你了 佩琪 她住在森林里面 她长得非常漂亮 还有一根魔法棒 讲得非常好 赶你了 艾米莉 告诉我们下面发生了什么 那个 我不是非常确定 随便说什么都可以 艾米莉 只要不是无聊的东西就行 那好吧 那个小仙女 碰到了一只大怪兽 像这样 哇 太吓人了 哈哈哈 什么声音这么吵啊 哦 糟糕 这吵闹声把斑马爸爸吵醒了 对不起 爸爸 我们在讲关于仙女的故事 故事里面还有怪兽呢 我们很想知道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 那好啊 那只怪兽 举起了他的那对大爪子 啊 他的大脚就像这样在地上走着 哦 然后他说 一闪一闪一闪亮晴晴 满天都是小星星 小朋友们伴随着斑马先生的歌声 进入了梦书 进入了梦乡 对不起 没没没事 不过 我能不能用